大家好 我是杨氏太语泉第五代传人赵又斌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练太语泉对生命健康影响的科学性 这个题目比较大 范围比较广 我想通过杨氏太语泉的运动理念 运动特点和一个实力来谈我的一些认识 一运动理念 被所有太语泉爱好者 分为贵涅的太极拳经 最后有注云 此戏武藏山张三丰先是一论 欲天下豪杰炎炎一寿 不图作寂寂止末 在另一部经典著作《太极十三世歌》里也有 《祥推用意中和在,易寿延年不老春》 这里就不难看出 先贤们对太语泉功效的最深认识 和人类最深层 最渴望的需求是一致的 就是健康长寿 所以太语泉是武术 有其不凡的积极功能 更是太语泉术 是利天下众生 心命双修的泉 是一套科学的生命哲学体系 二,杨氏太极拳的运动特点 对增强人体自愈力 有着积极的作用 杨氏太极拳有 静、松、正、慢、云、稳 六字记忆特征 和中正安书之神韵 杨氏太极拳充分展示了 虚实分明 速度均匀 韵尽如抽丝 连绵不断 直视平稳 松静自然 沉稳清零 舒展大方 内外相合 上下相随 动中欲静 静中欲动 立身中正 既定神弦 神行相容 大气磅礴 等特点 杨氏太极拳的这些运动特点 会对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举例进行简要说明 一 杨氏太极拳 对神经系统 及心理健康的影响 我常对权友们讲 练太极拳 要像三步式的心态 去练拳 因为三步 三步式的状态 是身心放松 愈悦的状态 杨氏太极拳 就要求身心放松 呼吸自然 神经气宁 平气杂念 专注于 意气神的运行 追求 物我两望 天人合一 这对人的神经系统 是很好的保护 可以健脑 抑制 长期洗练 太极拳者 由于其大脑 常处于气的状态 脑电波中 阿尔法波 占明显主导地位 大脑机能 处于良好的清醒状态 这对于改善 人的心理状态 很有益处 能使人感到身心放松 思维敏捷 创造力增强 能较好的排除焦虑 抑郁狂躁 等不良情绪 杨氏太极拳 权力 是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构成的 道 儒式 三教文化的大成 符合中国历史的 忠正 养德 修身 齐家 心静 空明 行道 济世 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学说 是探索宇宙认知 寻求 生命 奥秘 修炼 精神潜能的文化权 哲学权 也是一种心态和人生智慧 为人出事 忠正 事欲 避免过 与不及 可以减少和化解许多矛盾冲突 有助于心理和精神的健康 二 杨氏太义拳 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杨氏太义拳是通过 虚灵顶进 尘间坠走 含胸拔背 气沉丹田的运动自我调节 使胸部下沉 打开胸腔 增进呼吸强度 增大 肺活量 促进呼吸系统 及时进行物质能量代谢 强化人体呼吸机能 同时 杨氏太义拳 呼吸与动作的配合关系 是极其重要的部分 呼吸与开合的一般运动规律是 开呼何吸和降呼生吸 陈呼提吸 这就是说在开 时落发等近事时为呼 和虚起虚等近事时为吸 这种配合关系 这种配合关系 实际上是人们运动过程中 一种顺势的自然的现象 特别是杨氏太义拳 有 有氧慢运动的状态 呼吸与动作的配合 可以使呼吸逐渐做到 伸长 均匀 缓慢 收放自如 能够有效促进 人体组织 及呼吸 循环系统的 工作效果 增进 肺活量 促进 人体呼吸组织 代谢能力 有效提升 人体对氧气的 利用程度 增加 人体组织器官 运作中的 氧含量 促进 人体呼吸机能 的不断提升 长期坚持 练习太义拳的人群 其呼吸频率 不仅会得到 有效减少 其呼吸系统 及循环系统 的功能 也会比 一般人 更为强大 太义拳 对于呼吸 系统功能的改善 和提高作用 在新冠疫情 依旧严重的 当下 对新冠 患者 后期呼吸功能的 恢复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 杨氏太义拳 对于运动 系统的 影响 杨氏太义拳 速度 均匀 上下 将随 圆活 连贯 连绵 不断 以腰为招 虚实 分明 清而不服 文尔不僵的 特点 可以使 足 膝 腰 腿 等部位 得到 很好的锻炼 和改善 使 以腰胯 带动 四肢动作 协调配合 结结相连 连贯 圆火 提高身体的 协调性 而杨氏太义拳 要求 身背五张功 周身 关节 需要 对拉 拔肠 一些 动作 如下肆 百连 对柔韧性 还有一定的要求 能使骨骼 肌肉 韧带 保持 应有的弹性 和韧性 使 各关节 周围的 组织 营养状态 得到改善 增加 关节的 灵活性 能使 骨骼 疾病 得到 自我改善 杨氏太义拳 又有 装拳 合一的 练习特点 练拳时 双腿 基本都在 半期 状态下 进行 长期坚持 能够 增加 下肢 肌肉力量 和耐力 并能 适应 各种 不同的 姿势 提高 平衡 和稳定性 防止 老年人 跌倒 除了以上内容 杨氏太义拳 对 亚健康 免疫力低下 心脑 血管系统 消化系统 等等 都有 很好的改善作用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 不再展开 讲述 人的 常受 健康秘诀 是因此 循序 合乎自然的 四地 生息 劳作 喜怒哀乐 七情六欲 因 符合 人性 和伦理的 生发 和平息 既不是 方纵 也不能 亚裔 其 身体的锻炼 也因 人的 生长规律 相适应 超 符合的锻炼 逆事 而为 强求 奇效 虽能 意识得到 体能 极限的 闪光 但同时 也将给身体 带来 重创 和 侵害 还要 不断完善 个人 心态 修养 不以 功臣 而懈怠 不以 名秀 而 交涉 保持 身和 锻炼 的 常规 则 疾病 可远离 衰老 可延缓 太极拳的 运动 期里 正是 阴寻了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的 大自然规律 融会了太极 阴阳 东京 护养的 生机 成为 内外 兼修 养生 与 积极 融为一体的 科学运动方式 事实上 只要我们 真正按照 太极拳的 运动原理 去体悟 去实践 掌握 太极拳的 基本要领 掌握 正确的 训练方法 有规律的 修炼 循序 渐进 持之以恒 这样 我们就可以达到 锻炼的初衷 契机 锻炼 养生 健康 异兽 最终 方可 兼耳得之 第三 一个实力 练太极拳 能创造 健康生命的奇迹 这是一个 不容 质疑的事实 我有一位弟子 叫 李玉 红 男 今年52岁 是西安市 高林区人 16岁时 患上了 强制性 脊椎炎 35岁时 病情 加重 发病时 脊椎疼痛 难忍 脊柱 生理弯曲 消失 造成了 严重 驼背的情况 经医院 针断 治疗 病情 虽得到控制 疼痛减轻 但仍然 不能正常的生活 尤其是在晚上 无法正常睡觉 由于不能平躺的睡觉 所以就不能自然正常的翻身 翻身时 先要坐起来 然后 侧着躺下去 一个小时 就这样折腾 五六次 整个晚上 几乎 不能入睡 痛苦 难熬 白天 没精打采 吃饭不香 什么活 也不想干 尝此以往 生活的重担 也由妻子一个人承担 上有老 下有小 困难 可想而知 这个时期的李玉红 生活 没有希望 生命 没有质量 常感到 生不如死 2018年10月份 高龄区 残疾人联合会举办太乙权培训班 要求我和我的团队去支教 李玉红 有幸 全程参加了培训 学会了 杨氏太乙权 85式 从此 他每天坚持 早晚 割练 两遍 85式 太乙权 通过 刻苦 锻炼 长期坚持 虚心学习 半年后 身体有了明显变化 肌背 逐渐挺直了 晚上睡觉 可以睡34个小时 2019年 4月 韩代表高龄区残联 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太极文化节 并取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经过四年 坚持 系列太极拳 现在的李玉红 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被也更直了 吃饭也香了 睡觉和正常人一样 在睡眸中 依然翻身 自然翻身 人也精神了 还找到了一份 满意的工作 生活有了希望 生命有了价值 全家过着美满生活 李玉红 佛人就说 是太极 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给了他新的生活 幸福生活 为了感恩太极 去年以来 李玉红坚持衣物 给许多人交权 并每天带领大家练权 为人们的健康事业 贡献着自己的 新生力量 这就是 炼太极拳 对生命健康的影响 汇报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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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